正式第三 陈仲公为太邱长 实力有诈称母病求驾 视觉收之 另立杀烟 主部请妇玉考仲监 仲公曰 欺君不忠 并母不孝 不忠不孝其罪莫大 考求仲监其父过此 陈仲公为太邱长 有劫贼杀财主 主者补之 未至发索 道文明有再草不起子者 回车网至之 主部曰 贼大 遗心暗讨 众公曰 盗杀财主 何如骨肉相残 陈元芳年十一时 候元宫 元宫问曰 贤家君在太邱 贤家君在太邱 远近称之 何所旅行 元宫书 元宫书 老父在太邱 强者随之以德 弱者 辅之以仁 自其所安 久而易静 元宫曰 孤王者 常为游令 正行此事 不知清家君法孤 孤法清父 元方曰 周公孔子 亦逝而出 周旋动静 万里如一 周公不失孔子 孔子亦不失周公 贺太傅坐吴郡 出不出门 吴中诸强族轻之 乃提府门云 快鸡鸡不能提 贺文故出行 至门返顾所比族之曰 不可提杀吴儿 于是至诸臀底 简教诸顾禄一使官兵 及藏不亡 西以誓言上 罪者慎重 陆亢实为江陵都督 故下请孙昊 然后得事 山公已气重朝旺 年余七时 由支管时任 贵圣年少 若和陪王之徒 并供严永 有蜀阁柱曰 阁东有大牛 和乔央 陪凯秋 王继替鸟不得修 获云潘尼作之 贾冲出定律令 与杨户共资太傅正冲 冲曰 高瑶言明之旨 非仆暗诺所探 杨曰 上亿御令小家红润 冲乃粗下亿 山司徒前后选 带周遍百官 举无师才 凡所题目 皆如其言 唯用路量 唯用路量 是赵所用 与公义意 正之不从 量义寻为会拜 姬康备诸后 山公举康子少为秘书城 少资公出处 公曰 卫军思之久矣 天地四时 游有消息 而况人护 王安基为东海郡 小历道池中鱼 刚记推之 王曰 文王之诱与众共之 池鱼赴河足夕 王安基坐东海郡 历路以饭夜人来 王问 何处来 云 从诗家寿书还 不绝日晚 王语 鞭榻宁月 以历威名 空非智礼之本 使历送令归家 等待在看 是某 你聆论